来看看新闻网 那我在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美是一个基本 可能要自己要赶快找到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呢 是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 有时候你自己本身具有的条件 自己并不是很清楚 有时候你可能以为说我这样可以吸引人 可是只要稍微有一点突破的话 他可能会受到更多更多人的瞩目 那就像这位YY小姐 我觉得她有一定的气败心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看说 除了她这个外形的这个承重之外 有没有让人家更能够这个难以忘怀的一个特点 才能造成她今后可以成为更多人瞩目的焦点 作为第三季中国达人秀的梦想观察员 虽然暂时还未参与到第四季的达人秀中 但是在现场作为老朋友 他还是为第四季中国达人秀打起了广告 达人秀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所以有更优秀的评委出现 一定是对节目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观众们非常期待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最后评委的状况组成是什么 可能你也稍微注意一下最近有新的讯息 我觉得达人秀一代的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那也希望能够 等于是维持过去非常良好的收视率跟影响力 我相信他们会选择最适当的评委 做第四季的达人秀的补证 那今年观察员阵容好像还是在不断的更换 会不会也会接触到您会有这样方面的联系 还会参与到第四季达人秀中来呢 我在达人秀跟制作单位跟电视台 当然也很感谢很多人支持我 那最后第四季的达人秀上面会有哪些评委出现 其实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就我所知他的第一题是在18号就首播了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是用哪几位评审 哪几位观察员会坐在那个评审上 当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年轻人 希望通过整形来进入演艺圈 王树军回答的相当客观冷静 我一直对于比如说内在美外在美 或说才艺或者是各种各类的条件 我觉得他最后反映的都是自己个人的品味 也就是说你同样跳舞或同样唱歌 你能不能打动人 其实自己应该要有自己的见解 很多人不了解说我长得这么漂亮了 我唱得这么好了 我戏精演得这么棒了 为什么我没有比人家更红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 这是一连串自我探索的过程 因为你要过程中知道 就像我们现在在网路上看到这么多的女生 坦白说我觉得这一代的女生好幸福 她们有太多的方法可以把自己弄得很漂亮 可是大家都很漂亮 但是我都认不得 因为大家都朝向一种 消除个人特色的路上在走 所以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像是 电脑废织出来的一个完美的样子 但是却无法分辨 我觉得无法分辨一直是我现在在 担任很多评委工作中一个很大的重点 不管是唱歌或者是跳舞 或者是各种才艺 看看新闻一文上海报道